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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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呢 就是黑方的一种呢 行骑的意图 本来也是可以呢 直接呢 走马八进气的 这个就是说 骑手呢 根据自己的喜爱程度 你比如说特别喜欢走横居的 那除非红方第二步棋就强量横居 那否则的话呢 你第二步棋呢 就可以先把横居的拉起来 接下来 黑方走马八进气 然后红方走居二进六 这个棋呢 在前面的队区当中呢 我们已经讲过这样的开局了 作为后手棋来讲呢 最佳的方案是足三级 红方抛八平七 黑方也是马上进散 将来呢 生硬的 比较强硬的 把这个马呢 蹬到河头上来 夺取这个中兵 这种棋呢 就是后手方呢 还是比较呢 有反弹的 那么老式的走法呢 黑方就是走居九平四 这是国府当中的国民力竞的招法 但这招棋呢 本身来讲呢 并不是很好 红方居二平三 接下来黑方走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也是一个 就是在本身局谱当中的一个战术性的改进 因为以往黑方都是进居捉炮 进居二路啊 结果都是遭到了 红方呢 非常有力的进攻 那黑方马二进三 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变招 也是在目前局面下呢 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么这个棋呢 就是说 黑方的意图就是弃马 你如果吃我这个马呢 黑方有炮五进四 反隔一击 这儿红方马三进五的话呢 黑方可以炮平七 尽管红方有这两种抽 你马五进四 黑方就炮七进五 你马五进六呢 黑方就向西进五 由于也打着你这个向呢 你将来一灯向 你这卧槽卧不上 假如你灯向 黑方先给你一将 然后再十六进五补一手 这儿呢 红方由于左翼的大子呢 都迟迟没有出动 那么黑方呢 应该说是安占无忧 红方反而呢 归军深入 没有什么便宜可占 反而呢 黑方好下 所以说 你即便是马五进四 黑方也可以炮七进五 这儿呢 也是 黑方好下 如果你马四进五登掉 我飞到你 你打掉 我也可以飞到你 这儿呢 红方的攻势呢 显得呢 呃 不是啊 很有深度 难以呢 继续开展 所以说 黑方的马五进三呢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总的来看呢 他有他的弱点所在 这个待会呢 我们就能够看到 那么红方呢 走到这里还有一种走炮八进二 这是现代的一种攻法 下不准备 你要是炮我从一的话 我就炮八进五 来对你这个中炮 你要是居四进四呢 啊 这个棋呢 会有这个比较复杂的纷争 如果你冰七进一 啊 他杀 这个棋与以往的这个棋 呃 原来这个马没有跳起来呢 又有很大的不同 总之这个炮八进一案呢 是值得呢 大家研究的一路变化 那古谱当中呢 拟定的红方章法就是知识 他的意图也比较明显 既然我不能吃你马 我直去招式 我就能吃你的马 但是这样呢 也给黑方呢 很好的这个调整的这个机会 那么接下来 红方走马八进九 现在其实红方呢 还是有炮八进二的这种选择 啊 如果你炮五平七 亮开的话 啊 如果你居四进四 我炮八进去打你 你炮五平七 红方呢 再居三平四 这里边呢 也有一些呢 战术的分争 如果你打呢 红方可以居三平四 以后有这个炮八平三啊 来这个啊 呃 对炮的这些手段 当然这是比较现代的招法 当然公土呢 拟定的就是走马八进九 随后呢 啊 黑方走 走三级 千古三族 把这个族子活跃了 红方走 炮八平七 炮八平六 这公土走的是炮八平六 这个 其实红方这种马八进九呢 也是比较稳妥的走法 但是在之后 这个炮八平六这个地方呢 就不够细致了 红方这招其实应该走炮八平七比较好 这儿 七路线呢 又多了一层保护 啊 黑方呢 要想啊 按照我们以后设想的这种方案啊 就是居谱当中啊 拟定的这个反击方案 黑方也许他的反击啊 就不那么容易了 但八平六以后呢 我们就看看黑方呢 有什么样的反击 黑方现在不理 走去自己 把他的阵型呢 调整开来 红方走 居一平八 接下来 黑方走 居一平二 把军的再出来 那么后来呢 有人也走 居一经二 啊 又多出一个打军的先手 这个也是 饶有趣味的一种变招 接下来 红方走 居八平四 红方这个居啊 不如呢 就长得远一点 远一点 而给黑方呢 利用的机会少一些 但是红方啊 自以为呢 很安全 那么走到这以后呢 黑方啊 利用这种阵型呢 的特点 对红方呢 发动了这个反击 黑方的反击前作就是竹山吉 先把这个族呢 喂掉 其中呢 将引起了非常精彩的变化 那么以下呢 红方有两种营兆 第一种呢 就是红方呢 平居发足 把黑方的三路族吃掉 这二黑方呢 就是开始反击 炮五平七 一打狙 红方呢 狙三平二 黑方 接下来再炮七平三再打这个局 那现在呢 红方呢 如果走狙七平八的话 这个旗呢 这个旗呢 黑方有一个非常强硬的手段 马三进二 借着打猛鹰的时候 马跳起来呢 打狙 这儿红方的狙呢 就丢了 你再回来 黑方再发动攻击三 这个叫做攻击炮 前后叠炮 来攻击红方的七路底线 这儿红方这个狙呢 就是被虎裸了 红方这个旗呢 就非常的被动了 丢死了 当然你要是 红方的这个局谱当中 你定的招法是走狙七平三 那么黑方仍然是 马三进二 来打这个底下 你现在狙三平七再回来 黑方仍然有炮平三 那么红方 无奈的情况下就是出帅了 实际上呢 就说 这里呢 红方呢 还是应该呢 送个马 这个整体受攻啊 这个前途呢 更是枉然啊 更是不利 所以说红方呢 还是应该呢 先骑这五个子 也许比这个 骑虎当中拟定的招法呢 要显得呢 顽强一些 那么我们来看看 红方出帅以后 黑方呢 如何进攻 这里边呢 局谱呢 也是 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演示 一将 红方 上帅 黑方平均 较将 红方呢 可能知识呢 要稍显顽强一点 但是阵型呢 也是支离破碎了 也是非常被动 如果知识的话 稍好一点 那我们看看局谱当中 走炮物平寺 这个给大家呢 这拟定的这个招法怎么样 然后接下来 啊 黑方呢 呃 就是有一个呢 非常强悍的这个走法 他走马尔金寺 其实这个进马呢 呃 也是应该说呢 必要的不是很大 这种弃子呢 啊 就是也看到 这个局谱当中呢 还有一些呢 不够细致的这个地方 好 我们先不管他 看看后边的走法 红方就只好吃了 黑方 泡尔金六给将 这个地方呢 就是红方啊 就是无论如何就得退马 就要把这个马退回来 这样呢 黑方要想呢 迅速的入局呢 还是着实不易 那红方走的是泡尔金一 啊 这儿黑方将展示啊 这种二路加急炮的 又一种这个攻击的方法 黑方走铸尔金七 来准备呢 直接杀这个泡 红方 炮射尽尔无奈 啊 黑方铸尔金七 把这个 马呢 吃掉 让红方看到这个局也没有作用 怕对方呢 把这兵杀起来 在这儿陈三 把黑方的这个马呢 扣住 这儿里面说 黑方要是想乘杀呢 就比较呢 轻松了 嗯 他这个实际的招法呢 他走了一招 好 炮三圈 嗯 那红方看到黑方准备 这么一将 然后 就形成杀旗 所以现在红方呢 用这个前鞠呢 去追他 那原谱呢 就是 这个 模拟的招法就是 居其敌一将 红方一上帅 黑方可以砍炮 尽管呢 这里边有一些啊 输落的地方 但是 总的来看 最后这几周期呢 好 构思呢 还是非常的独到的 一杀将 红方的金将呢 也是被连杀 红方 轻一过来 黑方呢 最终呢 在拨一一将 又形成了一个 二度夹决炮 那好 这个第一路变化呢 我就给大家呢 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面来看 第二路变化 第二路变化呢 红方就是 啊 这个冰呢 不理啊 不理不行 他用冰七一一呢 把黑方三度处吃掉 那么随后 黑方炮五平七 打狙 红方只能狙三平二 把这个 狙的躲开 黑方这个时候呢 再炮七平三 再把炮 让回来 红方之所以走狙三平二 也是怕 将来黑方啊 有这个 马三平四这个点 对于登这个局呢 更有威胁吗 那黑方炮七平三以后呢 就是红方呢 有几种应召了 但总的来看呢 这个旗呢 都是呢 处在呢 黑方的这个股市之下 第一种 红方冰七一 这也是局谱啊 呃 随随密这个股谱啊 第一变化 给红方模拟的啊 那黑方 这个就有这么一个巧招啊 马分件 这儿呢 这个炮打着拘 这个炮呢 打着底下 红方的拘呢 就无论如何呢 也保不住了 很快呢 红方就应该说 这个丢子呢 啊 这个整个的形势呢 非常不利 这很简单 黑方有的马分件 这是闪击 利用这个底向的造势 那第二种 黑方走炮六平七 这种的结局呢 也是 难免丢子 黑方的下方是 马三进四 登居 你如果 鞠八圈二 那么 黑方 打掉 你 鞠八平七 黑方再来一个炮 啊 前途后继 你在变马呢 黑方也是白灯 黑方也是啊 先得一子 也是占用 那如果 红方要是冰七第一呢 黑方 炮三进五 冰七平六 黑方再炮三平七 这儿的结局呢 也是红方呢 这个十子 好 应该说黑方 啊 毕竟还是多子呢 好下 但是这个棋呢 红方并不是说的 一点顽抗的机会都没有 也许呢 还能够坚持一下 但是总的来看 那黑方的计谋呢 还是得逞了 啊 就说这里边呢 有如下的这么多圈套 那么红方呢 确实呢 挺难应付的 相对来讲呢 就是啊 当然这个棋谱当中的没有 就是红方啊 我觉得还是在这里啊 走过回马 啊 这么电一层呢 是最为保险的 当然黑方 啊 这个棋呢 啊 这里呢 也是有些文章可做 比如说现在啊 走这个G4进3 把它卡住 将来有机会啊 再马三进4啊 啊 再慢慢调整 毕竟红方呢 这个左翼受弓 当然这个谱里边没有这招棋 那谱里边最后一个变化呢 就是走G8 T4 这儿呢 整个是全线的 也是被动挨打 马三进2 一打G 红方只能呢 G8平9 啊 被迫的 忍让 啊 黑方 POWER平3 一打 这儿红方的阵型呢 也是哗啦啦啦 啊 整个就是 这个枝枝破碎了 黑方打一枪 红方上帅 黑方在成居一将 红方无论是知识或电炮呢 黑方都可以马上进去 这儿黑方呢 将以非常的啊 轻快的步伐 向红方呢 频频的发动攻势 以后呢 还有这个点居啊 大象啊 啊 多种手段 包括将来这个炮三明六招炮 也非常的厉害 那这个其实呢 就说红方的将 防不胜防 那么总的来看呢 就说红方呢 这个棋局的这个特点呢 就是由于呢 对于黑方成套以后啊 这种认识的不足啊 麻痹大意 第一个他是认识不足 第二个呢 就是说也有可能他没有呢 仔细的分析 而让黑方呢 啊在这个局面下呢 有这种弃足 然后之后呢 有一系列的这个反击手段 所以说红方呢 在起初 这个炮呢 就已经平到这里 如果再走成这样 那么黑方呢 就很难的进行反弹了 如果你再送足 我就吃掉你了 啊 我这个有后炮 我直接吃掉你的马呢 这样呢 将对黑方啊 这个作为后手气来讲呢 仍然就是怎么摆脱啊 红方的先手如何 与红方真正的啊 旗鼓相当的抗衡呢 也是提出了一个课题 那就是说红方 这种旗呢 不要以为 就是走视角炮 是最安全的啊 这种 左向 实际进行以后呢 黑方子力呢 像这边靠拢的时候呢 啊你要有这种危机感 那好 这个陈炮局呢 我就给大家呢 讲到这里 接下来呢 我要给大家讲解的是 顺炮直居卧桃马局 这个呢 仍然是 这叫原柱啊 这个起的这名字 这名字取的呢 不是很确切 实际上呢 这个棋局呢 应该叫做顺炮直居 对缓开居的一路变化 那好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棋局 红方当头炮 黑方还架顺炮 红方跳马 黑方马八平七 红方居一平二 这是顺炮直居 黑方马二进三 缓开居 这呢 就基本形成了一个啊 顺炮直居对黑方缓开居的一个阵型 大家都知道 这个缓开居呢 也是最近啊 二三十年呢 就是步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 逐步呢 流行起来 那么黑方 还有一种缓开的办法 就是直接拱七足 那马二进三呢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 局中密这个齐普呢 很早呢 就记载了 也是一种缓开居的形式 这儿呢 黑方的好数字呢 就是说以后可以根据局势的需要 是挺三足啊 还是挺七足 还保留着这个居呢 横出啊 这种可能 那这个走法呢 就比比较呢 具有现代意识了 那么现在的走法 红方一般呢 有两种走法 一种就是丢极第一 直接的挺兵 来克制黑方三方马 以下 黑方呢 如果走足球第一 红方马八进七 这个形成 现在都非常流行的 啊 这个比较时髦的便利 黑方 可以抛二进四啊 准备下手骑抛二平七 打兵 也可以走 狙击啊 好以后 好 把右拘呢 再开通出来 主要有这么两大系列的变化 那红方并七第一以后呢 黑方要不积极 红方同时还要抛二平七啊 直攻黑方三路马的手段啊 这个也是呃 会引起呢 比较激烈复杂的这个纷争 那么黑方呢 这三路马呢 还略有一些弱点 那么也就是说 红方并积极一的时候呢 黑方还有一种呢 比较积极的做法 就直接走破二平一 红方如果马八进七 好 黑方呢 他居平二 居六平八 黑方再去二进四 或者去二进六 以下红方有 平炮开队 黑方队掉以后 可以再把这个局呢 长起来 也就是说 平炮一对 一吃一蹬 再把这个局长起来 这双方呢 都算比较正常的这个攻守 那么如果走破二平一呢 红方如果再走破二平七 黑方出军呢 是一个先手 下部棋呢 有这个局尔进八 压马 如果红方你再这么走的话呢 你虽然这七兵能够渡过了 黑方有一招马三退一的好棋 下部棋呢 黑方将来有这个抛鱼平二啊 把你这个八路马呢 直接打死啊 或者将来这个局尔呢 再掉过来 这个局尔现在没有长起来 啊 就这样的手段 红方呢 也未必呢 能够有好 落不好 将来还要丢子落入下方 那走这个呢 这里边就有些变化了 红方如果走马八进九 这儿啊 这七兵就拱下来了 这儿黑方呢 就抛一进四的这些手段了 双方还会有 比较激烈的这个对攻 那这些走法呢 是比较现在的走法 那看到我们这些前辈们呢 这个对马二进三呢 已经初步啊 有了这么一个认识了 但是在等局当中呢 红方采取的呢 是第二进六 除了这个兵七进一以外呢 红方也可以马八进七 啊 这是一种 呃 比较权宜的办法 就是说 我这个兵啊 也都不报个目标 看你怎么走 如果你走狙九进一 啊 这样就形成了顺炮直居 对横居的常规变化 啊 如果你要是足三进一 拱球来支援这马 那红方呢 极有可能呢 一种是兵三级继续啊 走这个正行 还有一种可能就可以进居呢 直接去啊 开展攻势 这儿车方呢 即将的等兵相接了 就说的 红方马八进七 与兵七进一 这两种走法呢 都是现在呢 啊 发展到现在都是 比较正常的走法 属于定式 属于不一定是 这种走法 但是巨二进六呢 可以说这招棋呢 就是稍微的 有一些急躁 这招棋呢 啊 容易给黑方呢 利用的机会 是 那么在谷普当中呢 啊 也是呢 这么走的 啊 红方的 职工 看来就说 这那会儿的招法就是 太直接了当了 而呢 深度不够 那么黑方居久平大 来平居腰队呢 这是一个争先的好的手段 红方接下来走巨二平呢 既然居进去了啊 准备就是 与对方呢 啊 抢先手 当然不愿意对了 然而实际上呢 红方如果客观的啊 分析这个局面呢 红方还是应该呢 接受这个对局 这儿 我们来看看双方行其的效率 红方也走着两步 黑方也走着两步 那没有轮到红方走 红方或者拱兵 或者跳马 总之呢 红方仍然 保持着先行之力 不失 好 这个就是说 及时修正这个变化 看到对方 哎对了 我稳健从事 这是高明的词 那其实这个点据 黑方的对局也不见得很必要 其实可以直接组在第一 这个就是说 在开局这个次序上 这个非常有讲究了 到底先是哪个 后是哪个 这里边看似啊 一样实际上呢 这里边有很大的区别 很有学问的次序 那古谱当中是军红方对局 红方呢 不愿意对啊 就是接受了啊 这个对攻 这儿你应该说呢 短短的啊 五个回合 黑方就反客为主 为什么 我们在这里给他下这个定义呢 因为红方啊 你看他禁锢了 动右翼的子弟 而左边的三个大子啊 还处于原始状态啊 他太落后了 还原始的呢 所以说 黑方呢 反而是比较均衡的 把子弟展开了 左三级 这又是一个好期 同样 红方赤马 黑方有炮武军寺 反隔一击的手段 那这个棋呢 作为先生方来讲呢 就不好掌握了 应该说 比较好的下法呢 可能就是 退步拘 啊 不让黑方呢 迅速形成反击 这比较好的下法 但是黑方有对拘瓦金斯对拘 我们对掉以后 再冰散自己 或直接冰散自己 这样呢 双方将呢 成一种胶着的状态啊 就是 还是会有攻守啊 红方虽然失的先了 但是也还能够接手 这是在不行的时候 要学会有控制的能力的 而啊 局中力这个古谱当中呢 给我们罗列的这个变化 适走适流进步 这个呢 就是过于迟缓了 容易给黑方可乘之机 接下来黑方 马分尼斯 这个马就扑出来了 一般对于这种点来讲呢 啊 这个 局中力 凡是对方有这种灯的 他一般都会计算机 啊 这个 也是符合道理吧 因为怕对方这个灯啊 是先手 往往 对方马分尼都一灯 马次进马 双马就连结 出击了 兵出击 也算有些道理 那么接下来 黑方走 马次进三 啊 直接踏兵呢 去世 那么局谱呢 给他 模拟的招法呢 洪帆是走马八进九 这个是一个致命的书啊 这招棋呢 应该说 对于寻求对抗来讲啊 是一个很大的坏棋 那洪帆应该搞什么呢 在这里呢 有两种坚毅啊 一个就是跑跑平气 把它顶住 好 下不齐 马八进九 去逼队 这是比较实在的 那么还有一种 可能呢 就是走马八进七 好 当然马八进七呢 黑方也是不错 黑方这炮瓶再来 这些都是先手 管制红帽 你要拆呢 他把项银一补 以后还老瞄着你这种啊 啊 合围你这个红区 当然红帽也有这个电炮 但总的来看呢 红帽这个子力的局促 比如说你你不像 那黑方炮二进一了 你这个银搞不好叫丢子 你一进炮逼队啊 这个就顺便给大家提示一个 中局扭杀的时候 一个小小的战兽 黑方还可以把便宜占尽 啊 你这个出来马三进一 这一蹬就坏了 这个打马啊 这个见识插针了 你还只能走破八平九 那这个银就坏了 这九二进七就装了 而且这还回马有灯啊 这个直一三个炮 就得着紫了 所以这种棋呢 红帽相对来讲 还是走破八平七呢 安全一点 因为趁黑方 子力呢 还不能完全展开的时候了 赶快呢 有这个机会呢 来调整啊 如果这个棋 他在走破八平三 那你破八平四 这个炮就轮出去了 这儿 红帽呢 亡羊补牢 为时呢 不晚 那这个棋 红帽走马八进九 为什么说它是啊 致命的坏棋呢 就是由于黑方呢 的位置已经非常理想 好 将来有这些呢 进攻的好手 那么黑方现在 就是马三进二 好 直接呢 好 单刀直入 在老谷当中呢 把这个马呢 挂脚马呢 也好 定义为卧槽马 我想呢 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一般我们来讲呢 就是叫做 挂脚马 一般说是这马 叫挂脚马 但是这种叫大挂脚马呢 也为上不可 这个在概念上呢 我们呢 也可以接受 那接下来 红帽模拟的招法呢 就是走炮八平六 这个又不好 啊 还不如走炮八平七呢 给对方来一点威胁 至少不让黑方呢 能够顺利的展开攻势 尽管看上去也并不理想 因为黑方呢 将来有登边兵啊 过三足啊 这些先手 但是炮八平六 可以说呢 使自己的局势呢 更是啊 雪上加霜 那么接下来黑方就走 居一进一 准备啊 平居战类来进行合围 那么以下呢 红方呢 啊主要有啊 几种应招 我们分别来看 那么第一步变化呢 也就是红方呢 最为失败的走法 这个是显然一件的啊 在这个局辅当中呢 也有啊 模拟 G9级啊 试图捉马 这个级要是红方 要这个是吧 还算凑合 但是这个是你去捉马 这个就是底线透风了 那么黑方 很简单的 回马一将 红方 事物金六 这个G971啊 大家发现了 还不如不走呢 还不如在这呢 那么黑方一将 就形成杀旗了啊 这个再简单不过 你一上将 去挖进巴 啊 这个就是直接僵死了 这个是红方 居酒精是一个很大的漏装 因为对方一登将以后呢 他是白痴的那个炮 你要是假如啊 接走G9平六的话 啊 这个在古谱当中呢 啊 也有呢 G9的阐述 那黑方可以呢 把马呢 撤离到 啊 红方这个向尖的地方 如果你 在进去捉啊 黑方可以走 进炮子对打 这儿简单而知呢 黑方呢 多此占优啊 红方先 行大将啊 出师不力 那么 红方的第二种走法呢 也就是说 啊 走炮的硬武 因为这个炮啊 总是一个负担 啊 就是这个G呢 还在这个原位上 炮的硬武 试图呢 来采取这个对攻 来与对方呢 对小牵手 那么接下来 黑方也有强硬的措施 直接呢 来 追逐 红方这个 类炮 那么这个 集中密 这个古谱呢 为了体现啊 给大家展现出这些精彩的杀局呢 啊 阻杀的技巧 好 那他就直接走炮力平山了 实际上呢 这是啊 迅速恶化 我们先看看这个 炮力平山 那么黑方就是充分利用这个啊 卧槽马啊 大卧槽马的这个啊 勾的这个脚 那现在突出妙所了 黑方G4进 8 宋居一将 这个棋呢 随后在马尔特斯一将 红方上帅 那么黑方在G8进8 就形成了杀棋啊 这个宋居一将马尔特斯 人物的居一将 这一连贯的手段呢 这个杀法就叫做金钩挂玉 这个在实战当中呢 也会经常出现 大家呢 一定要把这个杀法的记牢 将有助于您的这个实战 当然这个局谱呢 就写到这呢 啊 他就没有再往下写 就是写这个啊 打码的这个变化 实际上红方呢 走到这儿可能较为顽强的吧 还是应该走G9进1 这儿呢 呃发展下去呢 就是说红方呢 还有抗航的机会 比如黑方 给将 红方在殿上 啊不能支 啊支了不得了 对方就统江就僵死了 他要是在逃的话呢 他就是这个嘛 他要是G4进1的话呢 红方G6进1 红方呢 尚没有什么太大的方案 所以说呢 这个为了给黑方呢 制造出这精彩杀局呢 红方就炮了平三呢 就是啊 对于这个变化来讲 是一个巨大的事物 应该走G9进1 如果你马上退1 好 我实在不行呢 我这个炮呢 再撤回来 或者G9平6 这么强硬的看着 下部期我也有吃把的手段 将来我实在不行 我再退回来 那这个期呢 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变化的 那么接下来呢 那我们就要看红方的第三种走法了 也就是走Polyter 这也是啊 其中意呢 呃 模拟的这个走法 同样呢 也并不是太理想 Polyter呢 当然呢 就是给黑方呢 凑一些精彩的变化 黑方接下来走G1平死 平居啊 卡雷这个又是一个杀奇 他怎么杀呢 刚刚讲过了 啊 刚才没有炮 现在有炮的情况下一样 矩砍底炮 马二推四 G8-8 啊 这个就是一个精彩挂欲 那这盘其主要的特点呢 也是突出在这个精彩挂欲 这个杀法上 反复呢 在给大家再强调 那红方为了避免这个精彩挂欲 现在走G9平一 这样的黑方呢 就不存在了 因为红方的G9平等 将来这个电鞠的手段 那这时候黑方走的也是非常的凶狠 啊 直接走 这个 G4近期啊 卡住 这个题呢 也非常的凶悍 那么红方呢 现在这个子力啊 不好动 这其他子都不能动了 这个马一动这个中间要丢 啊 这一炮用不了 这个马没有脚 应该说这个题整个就是全群受制了 那么只有这一个活炮 他呢 走炮平期啊 试图的来给这个黑方呢 知道一些难题 就是想再来炮击退一啊 把你这个G9的联系呢切断 那么走到这呢 黑方呢 主要呢 有两种走法 我们先来看黑方的第一种啊 攻招 黑方第一招就是走 G8进吧 对于你这个炮球退一呢 置之不理 那红方走 炮球退一 把G8呢 先卡断 他的这个联系 那黑方接下来走炮击 这道题也非常的凶啊 这个也是一个阻杀的手段 就是这个子力啊 你要前进啊 扑到对方的阵营之内 然后才能呢 组织出这一些呢 呃 棋啊 出现这些手段 那这样呢 红方不吃也得吃了 对 因为你不吃呢 将来这个棋也不好防御 好吃掉 那么接下来呢 由于红方现在打底象叫江呢 有一个抽居 黑方必须要走一个过门 炮平三啊 这是闷工 尽管不直接闷杀 但是 这一打上 红方呢 也 不好下 你就得 比如说你去吃马 啊 我们给大家简单推演一下 一打僵 你这个炮呢 就得打出去了 那么黑方就舔 黑方大的优势 这个气 因为现在 借助底炮 黑方直接呢 啊 还借着降力呢 进鞠呢 就 形成了一个沙棋啊 这也是类似于闷杀的这么一种走法 那红方为了解决这个阳势也不行 还是居自记忆 那这个15进六了 那黑方呢 居自退一 啊 红方 为了解杀还得再气这个炮 那这个气 黑方呢就是 怎么走怎么有理了 即便把这个子对了 也是 占优 何况还可以吃这个 将来再居一进二 那这个气呢 红方绝对是不能让黑方呢 把这个向呢 打掉的 所以红方在无奈的情况下 好 这个马还没有吃 在无奈的情况下呢 选择是居八退一 来保住底下 那现在黑方呢 又出现了这个好奇 啊 叫居八屏六 一卡 下部期呢 准备炮三屏五 啊 这个在局谱当中呢 他呢 写的呢 比较简单 他 15G6 他准备打居 那正好黑方呢 吃 顺手牵羊 他又视自己进五 准备又支居又打居 那黑方恰好这个居呢 又回来了 下部期呢 仍有这个炮三屏五 这个叫杀的手段 你跑一步一将以后 你的事无论去什么地方啊 黑方居四平五 这个是一个填杀 那这儿 红方要想解救的话呢 可能只能走马就进七了 但是黑方 也可以呢 共族呢 继续欺负你 或者 先把这个炮呢吃了 这儿也是黑方占有 因为黑方子弟非常的灵活 好 这个以言是对红方呢 形成了啊 很大的压力 那如果你走马三进四的话 你这个走呢 还是白白的 田县 以下黑方这个居呢 还可以再回来 现在红方已经少了一个子了 如果你吃马 黑方居可以再回来 好 这儿呢 不仅黑方有炮三平五 还有炮金四 这个杀旗 总之呢 这个旗呢 黑方呢 还是故事呢 非常的凶猛的 那也就是说黑方呢 这个类型哈 这两个居到这个位置 双居卡类 井卡红方老帅 这也有一个术语叫做二鬼拍门 这个两个居啊 把红方这个老帅的所有的出路都封住了 这种骑往往是再有一个子啊 过来就非常厉害 在这几种其他的电力当中呢 比如说这个马 马穿进来也很厉害 因为这如无人之境 这种骑往往也是制造这种啊 啊 祖杀里边一个非常常见的 又是十分凶狠的这种手 当然这种两个居呢 你要有后背力量 如果光有这两个居卡 看着凶狠狠的 没有其他指定的增援 那也是呃 枉然的公式 那黑方呢 这种手法呢 是直接走 居八进八的下方 就是当红方走 这个地方 红方走炮我平气以后 黑方直接走居八进八的 那么局谱当中呢 还给大家呢 罗列了一种 直接走炮二进五的 这招棋呢 看起来呢 也是啊 更加的凶狠 那他的意思就是 你马穿四可真不行 因为这个中立失手 这底炮啊 就没有人能够看得住了 你飞向也不行 只是你都是局势 这个炮就丢了 就这个马 是防守的关键 你要是现在在推炮 黑方直接炮二进三 他这个动作更快 啊 这炮二进五呢 显得更加凶狠有力 那红方 炮打一将 黑方的支持 那这个局务呢 就是说他他列的这些变化呢 就比较简单了 聚酸精一吃 黑方呢 再走去8.8 因为红方这个局呢 守不住累了 实际上红方 也许刚才呢 不要吃这个马 赶快回防啊 比较好啊 就说这个马呢 不能贪吃了 赶快回防 当然呢整起来看 红方的压力呢 也太大 他不好输点那个子力 那局务就是说 一吃他又一退 那么让黑方呢 又是计划呢 顺利的实现了 下部期又准备走这个 跑步 红方呢 依然是十分被堵啊 这儿就是 基本上就没解了 炮G5将挡不住了 你上马 他炮五军四一打交 就直接就杀齐了 但是炮G5 看起来是更凶 那以上呢 就是说的是局普呢 就是局中立这个谷普 给大家呢 就提供的这种思路啊 这种位置啊 就是跟我们的七马神灵招 那个非常相像 就是大家在有了这种啊 杀招的意识以后啊 不断通过这个锻炼啊 磨砺自己 有了这个杀招以后 你在你的时代当中呢 你就自然而然就有一种条件反射 我一看这个棋 我这马这个位置啊够了 我将来我这个鞠啊 赶快出来 双鞠配合 就有齐了 就说我们其实这一套教材的很大的啊 目的也是在于让我们众多的爱好者呢 能培养起这种进攻 以及对进攻手段 组杀技巧的 这种一种 战术素养的这个提高 像这样的骑 哎这种马我穿插进来 我拿眼睛一扫 很快我就想到 哎 这个鞠怎么将来沾泪 就砍炮 我老远我就瞄着这个手段了 那红方这个泡楼圈呢 显然也是 就说 这个不是很好的 那鞠酒精一不行啊 这个 这个 但可能相对来讲呢 就是走过什么回马呀 或者直接走泡楼平漆 也许呢 是 啊 相对来讲显得顽强一点 比起这个前两种变化 因为这样你在均一丰四手类 红方可以 泡红底下一胶 试四劲 红方在马九去漆 可以这么手 甚至去捉他一下 这个漆也不要紧 啊 因为对方呢 还来不及 乘杀 他马上去四呢 你不知他 知道他底下又将来 你 你不理他 你继续顶他 这儿黑方也许在阻杀的时候呢 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啊 这儿 黑方还要丢子 他如果现在 再点这个鞠的话 那红方将来还可以采取对马九退区必要的时候 现在当然不用走啊 可以肚肚三兵啊 走些其他的这些找法啊 那总之呢 这里边呢 还有一些呢 文章可做 那么说 就说这种 哪呢 就是呃 骑呢 能够造成这些杀式呢 最主要要有这个鞠的配合 所以 在我们 主动提高这个阻杀技巧的时候呢 主要是御用子弟的这种配合啊 呃 几个子在一块 一般一两个子呢 很难以呈气候 那么像这个棋 嗯 就说的 我们再回味一下啊 黑方 就这些招法呀 都是非常的耐人寻味的 嗯 这个气势啊 逼得特别紧啊 啊 这种招 啊 现在还输入炮物瓶酸 炮入进武 整个呢 在阵地上呢 卡的特别严啊 往往是这种棋呢 能够出气 那回味这一盘棋呢 就说的 第一盘棋 黑方呢 就说的 走这个陈炮局 那陈炮局呢 嗯 他的这个特点呢 就是说 他先进行的防御 呃 在自己的阵型呢 啊 走的扎实以后 然后 根据洪方的这个弱点 啊 洪方 又如是 啊 没有支 他失色尽不支 啊 这个 门宫的这个特点啊 巡侠倒戏 争取呢 这些创造一些呢 反对的条件 就说 其实 作为后手棋来讲 也是 首先呢 应该先把自己的阵型呢 走稳走正 然后 在站稳脚盖以后呢 再 逐步呢 争取反击 那么 在这一盘棋当中呢 我们已经给大家说了 最主要就是 洪方呢 这个马八进九 这个我也是多次呢 给大家 反复强调 就说洪方 虽然看起来啊 特别是在 吉隆医的古谱当中呢 就洪方有很多这样的走法 但是一般来讲呢 都是 不好的这种走法 这种棋来讲呢 就是洪方呢 尽量要不要直接跳边马 而 黑方的这个马特尼尔就走的非常的凶狠 啊 可以说 有 有很强的 啊 后续的手段 所以说洪方这个棋就只能做破滑瓶器 不能让黑方呢 马三进二 这个度过 但是这个棋严格的说起来呢 黑方呢 也是形势不错了 比如说黑方啊 可以有这个G8进六 刚才我给大家摆的是炮瓶三 这个变化呢 当然洪方的炮瓶器自翻 发出去了 总之呢 那洪方这个跳边马 跟黑方这手棋交换 特别是对于这个马呢 洪方没有特别好的手段 能把他赶走 啊 这个就成了心思达患了 那么也许 紧接着洪方炮瓶器 这个瓶子也不好 还不如这个炮瓶金刺 啊 这种手段 对很多棋来讲 是非常实用的 把这个足连线扫通 将来呢 好 防御起来 还是进行起来呢 都有力可图啊 这个呢 也是我在这个阵型下呢 给大家呢 补充的一个手段 就是洪方 一种特殊的手段 那么总的来说 这个局中密呢 它里边呢 这个布局到中局呢 它这个阵型结构呢 不是十分严谨啊 但是它其中的这些杀法啊 还是呢 这个值得我们大家呢 好好去借鉴的 好 那这一盘呢 我们就给大家呢 讲到这里